赖品鱼 你看看云豹这间公司 是怎么样跟你们民进党搞在一起的 为什么赖品鱼一句话都不敢说 因为他就是云豹小公主嘛 绿能是不是变成民进党特定派系的金库 绿电发越多 台电亏越多 然后他们还会把赚到的钱 转手变成政治现金给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这叫做什么呢 余电共生嘛 赖品鱼跟绿能之间的共生结构 云豹里面有没有赖清德的门神呢 今天赖净鱼能够在云豹能源做董事长 在带着赖清德的亲信里退之 你说他们跟新潮流没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是赖清德是新潮流应该要回答的 赖品鱼接受媒体读访的时候 第一个你可以看他很有趣哦 他的眼睛是一直扎呀扎呀扎 就感觉很像在被搞 那第二个呢 他只讲完说他很遗憾 这个是冷饭热炒 之后呢 当媒体开始要正式问他说 可是你们云豹赚了多少钱 中间的价差 还有国库的亏空 作为立法委员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跑了 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就非常迅速的就离开了 云豹小公主跑真快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漏网之鱼 我还特别向跑线的记者去查证 记者的问题还没有问到光电 他人就跑了 大多数的这个立法委员或是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政治人物 其实都会把问题回答完毕 除非就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问题对我太不利 我想逃 所以赖平云他很明显是处在一个想逃的状态 所以当这个马德在追问云豹小公主 说他跑得比飞得还快 就鱼儿鱼儿水中游 游走了 那为什么他要游走呢 是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 全国一周的社群声量排行 8月6号到14号 第二名是台电明年面临破产 经济部拟注资千亿 台电亏损4000亿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大新闻 是一个大事 那为什么台电会亏损4000亿 那绿能是不是变成民进党特定派系的这个金库 经济部就发了一个新闻稿 解释说呢 这些年来我们会亏损 不是因为贪污 也不是因为绿能 是因为呢 恶污战争导致燃料价格上涨 可是请问一下 因为战争导致燃料价格上涨的燃料 那不就是燃煤跟燃气 尤其是以LNG船要去运的这个燃气为主吗 先前是谁说乌尔战争不会开打的 那不就是经济部吗 我们早就告诉了政府说 你不能把天然气的比例拉得这么高 否则的话 一旦发生战争 亏损一定会很严重 可是政府不听就是不听 台电说 近年亏损是因为这个燃料成本嘛 然后呢超过6000亿啊 是过去的两倍以上啊 那我刚刚有讲了嘛 燃气高达50%的这个方案 早就已经被我们评估为是风险很高 现在不过是在证实了这件事情而已 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解释的 是这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很多争论节目里面 也有用这张图 这个价差是最恐怖的 就是我先跟大家讲结论 绿能发电发越多 台电亏损越多 国库亏损越多 可是像云豹这样的绿能公司 被购电的保证收购的 他赚越多 然后他们还会把赚到的钱 转手变成政治现金 给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台电像民间的 比如说像云豹这种 被新潮流所控制的 买了保证收购他们的电力 云豹公司就会赚钱 可是因为我们对对方购买的 保证收购价格 购入的价格高于台电 自己发电的价格 所以中间会产生一个价差 代表台电自己发电比较便宜 可是他选择跟云豹买 所以有价差 再来我们一般民众买的电 像台电买的电更便宜 那所以中间又有一个价差 这个价差代表 每多发一度绿电 台电就多亏钱 台电多亏钱代表国库多亏钱 国库多亏钱代表人民的纳税钱 所以我们的国家就会负债越来越严重 我们就讲风力发电好了 风力发电呢 如果台电自己发电的话 每一度电是3.32元 但是我们的保证收购价格是7.03元 就差了快要4块 我们买电是买多少钱 2块多 所以跟我们买的电比起来差了快5块 所以每发一度风力的电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亏损了3块到5块的钱 所以立法委员赖平渝 不管今天他的爸爸 是不是新潮流的赖敬林 云报公司的董事长 他应该都要针对绿电造成国家亏损 这件事情有所表态 那当民进党他们在通过 再生能源相关条例的时候 他的父亲是这么巨大的 云报能源集团的董事长的时候 难道他不需要有利益回避吗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在推广的叫做无媒家园 可是你看到的是 民进党他还在继续推非核家园 还在说绿电不够还要更多 你要盖光电板 请问台湾的土地这么小的情况之下 你要如何容纳这么多的发电板或是风电机 再来 其实太阳能的发电板 他在回收上面有毒性的物质的 所以现在很多发电板 他坏掉以后就堆在旁边 就当民进党他很坚持一定要用太阳能发电板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就跟新潮流的利益有关 核能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产业 所以绝对不是哪一个派系能够插手的 可是光电不一样 随处可以装太阳能的光电板 那这个时候绿能产业有很多就会被所谓的一些政治人物上下其手 所谓的左手转右手 这就是政治陷阱 当云豹能源透过绿能赚了很多国家的钱 让国库 让台电亏损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们赚到的钱还会拿回去回馈给民进党籍的政治人物 赖瑞龙一百万 林哲林五十万 许淑华三十万 赖品鱼十万 那多的呢二三十万 那少的呢大概也有十万左右 在每一次的选举目前加了七百多万 这叫做什么呢 就是鱼电共生嘛 就是赖品鱼跟绿能之间的共生结构 赖品鱼说 我的爸爸他股权不到一%而已 他又不是我们家的家族企业 这句话讲的没有错啊 可是问题是你让我们看到什么 你家不是因为钱多到取得的股份多 所以做董事长的 那赖金铃是凭什么去做云报的董事长的呢 不就是因为你新潮流 有这样子的一个门神的功能的可能性存在 赖金铃是新潮流的嘛 但我们同时要讲云报能源里面 除了赖金铃是新潮流的 还有没有其他新潮流 有 赖金铃的人也在云报能源的体系里面担任独立董事 他叫做谁呢 叫做李退之 李退之呢 他过去是台南市议员 然后呢 他的老婆呢 是郭真慧 也是有参加这次台南的立法委员的初选 李退之他是赖金铃的亲信 当年赖金铃 他要去行政院做院长的时候 就把这个呢 市议员带到农委会去做副主委 李退之有农委会副主委的经历 完全是赖金铃北上当格魁的时候给的 后来呢 赖金铃下台了 苏贞昌上台了 李退之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就没有许任 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他是赖金铃的人 赖金铃参加民进党总统党内初选的时候的发言人 叫什么名字也叫做李退之 那赖金铃后来没有被提名之后 李退之就以台南是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会的名义 担任了云报科技独立董事 所以这个李退之跟赖金铃 他们两个都跟赖金铃是有相当熟识关系的 尤其是李退之跟赖金铃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 所以你说云报里面有没有赖金铃的门神呢 你可以看到李退之担任独立董事之后 云报能源在台南北门投资建制全台湾最大的鱼电共生绿电暗场 那这个北门区就是李退之他离开农委会之后 长期耕耘的这个选区 云报大股东有两个人嘛 一个是谭雨萱 一个是张建伟 他们呢过去这几年当中透过云报 他们能够赚了这么多钱 那他们捐款都捐给哪一些候选人呢 第一位呢是捐款给赖瑞龙 第二个呢是高雄的李博弈 第三个呢是高雄的邱俊宪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捐款都是集中在高雄 而且集中民进党 而且集中的派系是哪一个派系 叫做新潮流 谭雨萱跟他的配偶两个人加起来 在云报的股份持股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九 他是超级的大股东 都是捐给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二十五万都是高雄的在地政治人物 要嘛是新潮流系 要嘛是局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从政府的标案 从政府的绿能产业里面赚了钱之后 他们透过政治现金的回馈 是回到谁的身上 其实就是这些高雄的立委候选人 你们还可以看到有其他的能源公司 比方说金城能源跟旭孝电力 两家子公司 金城能源呢 2018年也捐款一百万 给民进党的局系候选人 捐了十万给民进党的党部 旭孝电力呢 捐给江从源 也是新潮流系的 捐了五十万 云报科技的两位大股东 他们还特别另外捐钱帮助了赖瑞龙 成立基金会 在民间的资源上面 也特别投注在特定的民进党政治人物上面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云报跟新潮流跟局系 成员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相当的交错复杂 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揭露的是 赖清德他跟赖敬林过去的收视关系 这个应该是在立法院的这个委员的 执询系统上面找到的 那二十年前赖敬林跟赖清德 在立法院他们就要去强推 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草案 说要跟呢 电业法修正案去脱钩 要帮再生能源法去开旅等 当年当然民进党可能不是多数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过 可是我念一段 当时赖清德的说法给大家听 你们就知道 赖清德现在想要假装跟 赖敬林不熟视的话 那真的是不需要相信 那真的是假的 赖清德跟赖敬林的关系 肯定非常好 赖清德怎么说呢 他说有关非和家园的概念 本席与赖敬林委员 在卫生环境及社会福利委员会 所推动的环境基本法 第二十二条中已经有所规定 该法通过之后 社会非常关切 又不少人打电话到本席办公室 去关心我们未来的能源部件 刚本席听说 再生能源比重只占了整体的十分之一 如果非和家园是台湾 未来能源政策的理想目标 请问林部长 你认为台湾未来能源的政策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当时赖清德跟赖敬林两个人 就已经在透过推修法 然后所谓去不见绿能的产业链了 所以今天赖敬林能够在云报能源做董事长 在带着一个新潮流赖清德的亲信李退之 你说他们跟新潮流没有关系吗 你说他这不是一个政治结构吗 再来这个光电夫妻 2014年9月7号的时候 李退之的老婆郭真慧 在脸书上发了一个新闻写说 李退之的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暂之寻忧 然后赖清德顺手救人 赖清德不愧是赖神 这篇新闻郭真慧也转发了 还说退之刚好在旁边 也帮上了一些小忙 就连赖神在救人的时候 李退之都在旁边帮忙 你就知道他们之间关系有多亲近 再来我要再讲一个 在2022年的选举的时候 担任现在云报的独立董事的 李退之竟然就是黄伟哲的发言人 做民进党黄伟哲的搭手 然后专门攻击谁呢 专门攻击谢龙界 为什么云报能源的人 可以这么堂而皇之的 去参与到政治里面 可以去做这么多乌龙的政治攻击 帮着黄伟哲搞这些五四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